是的 你没有看错 这油锅里头炸的就是茶叶 可别以为这是劣等的茶种 这可是陆野地区盛产的福禄茶 用金萱品种制作 而且老板很要求哦 一定要采一心二叶的才可以 炸起来酥脆酥脆的茶叶 外表是金黄亮丽 其实可是有配搏的 据说在裹粉的时候就要用心 这秘密当然是老板的传家之宝 不能告诉你 这个大茶叶 因为茶叶是我们本身落下的资产 后来是小孩去学校的风险 学校的时候有跟老师研究 研究说这个酸粉是不是可以改变 改变后开始把这个酸粉来自己调备 调备到开始下去算气质 气质后感觉这个酥度不错 不错的时候开始就给我们教这个比例下去做 吃起来酥酥脆脆的有茶香 但是除了吃炸茶叶之外 最新的吃法你知道是什么吗 就是茶叶饭团 酥炸的茶叶包裹在葫芦米里头 不选用糯米 反而选用在地的白米来包裹 其应是当初老板一家人因为餐厅生意忙碌 有时候没有时间吃饭 索性就把炸好的酥炸茶叶裹在白饭里头 这样吃就可以饱餐一顿 没有想到现在推出很受消费者的喜爱 尤其餐厅位在台九线上 很多铁马族或者是背包客路过 喜欢这简单又美味的茶叶饭团 不仅吃饭又吃咖 而且还是名副其实的来吃茶 在我们家有一个市集 我说2626市集 想想我们这个乞丐团不吃 是不是来吃看看 甚至就好 转转转去吃 结果去吃 初初去吃 大家说 都平均说 茶叶饭团不吃 那个感觉就是这样想 要来就说 没有吃吃 先让它吃吃 吃吃就变成 我们冲一个就冲一个大小小小的 让它吃吃 吃吃就变成 不错的时候 刷一个 吃吃后就来就行一行做 看老板俐落的包起这茶叶饭团 就有满满的爱心 如果下次你想要品尝这特色饭团 不妨来鹿野走一趟 东台讯闻发明正会有鹿野的采访报导 饭团喔 好吃的饭团喔 有幸福的感觉喔